有一位胡师傅反映说 去年12月8号 他租了一辆比亚迪琴跑滴滴 租期是三个月 最近租期到了 租车公司答应的优惠没有兑现 反而找借口多扣了钱 胡师傅是向杭州美航汽车租赁租的车子 月租金4000左右 当时他们说春节期间是免租金的 现在等到我还车的时候 他说不免了 你承不承认 当时说我们说往年是有免租金 然后今年如果有免租金活动 等到时候等通知 是不是 那我就说明 我们当时根本就没有答应 今年就确定有 美航汽车租赁表示 当时他们只是说了可能会有优惠 但没有确定一定有 胡师傅觉得 这不就好比让鱼看到耳 但最终没有把耳投下去 所以胡师傅的这次租车经历 值得大家借鉴的第一点在于 租车公司如果说有优惠 最好当场书面确定下来 胡师傅又说了一个问题 当时我交车的时候 他给我派了车子的几个重点 就是说干圈啊 然后前面一个地方坏了 他给我照片我这里有 然后现在等到我还车来 他又指出另外几个点坏了 美航汽车租赁的出户单上 汽车示意图上并没有标注出 车子存在哪些缺陷 但文字注明 车损以提车日期拍摄收藏的照片为准 轮毂轮胎七面破损 务必提车当日拍摄照片留存 租车时对方拍了一些照片给胡师傅 指出车子原本存在的一些破损部位 但胡师傅还车时 对方又指出多出了四个地方破损 从胡师傅的租车经历又可以得出第二点值得借鉴的地方 那就是提车时要仔细检查车子的脚脚落落 最好每个破损部位都自己拍摄照片留作证据 这多出来的几处破损 胡师傅正是没有提前拍照取证 后来有点说不清了 在记者协调下 原本要扣除1450块钱车损 每行答应少扣450 胡师傅租车时 押金是一万 目前扣除一千车损后 每行应该退款他九千 减免450块钱不算多大的事 但是通过胡师傅的租车经历 希望大伙有所借鉴 那我们的报道就更有意义了 要不要把黄金眼记住报道